今天的每日MIRROR點非常直覺 就直接放在銀行大廳櫃台後 這邊也很適合利用我們開發的把兩個箭子放在一起的擺法 這裡有個很重要的秘訣就是你一定要破左邊的窗戶而不是右邊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會讓你多一個可以出來的地方 你可以從右邊出來 然後根據經驗破右邊的視線很糟 你會看不太到從大門進來的敵人 除了運用在跟大廳的敵人交戰外 這個窗戶也可以輕鬆打掉掛的敵人 這是今天的每日MIRROR點禮 今天目標在辦公室 我們從股票門市進去 啊我倒了 走人嗎? 走人走人 一樓走廊 先擺好車看到很安全 我們剛兩個隊友死掉 所以現在是利用他的好時候 我們就要看車 然後把車看到視線可以給我們更多準備時間的地方 火板門沒有封 但是一般的這個東西燒火板門也堪用啦 所以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直接把他燒開 不要等其他人來 再來我們去把後向的窗戶敲破 讓敵人有更多地方的擔心 二樓一個 二樓外面 股票外面 他們的余光看牆上似乎也有一些洞 然後洞太響了吧 這讓那個 注意 看不太出來 他不是從哪裡射過來的 真的我放棄 不要跟你看不到敵人對槍 做事啊 怎麼已經到點外了 這裡有一個是不是 對對對 點內他根本沒有人內 尤其A點這邊看起來沒有人 不過從那個被攻擊的方向限制 看來有一個很短小辦公室裡面 那有這個情報以後就跟隊友說 可以直接從指標分析師或走廊進去 我們可以裝塞一下 那隊友要繞路去那邊 需要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先來開更多的洞 隊友們 裝A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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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B 裝A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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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他們已經救我了 已經倒了沒 欸 有人有人 欸 我剛以為那個話隨便是一個洞 小房間 來點小房間來吃 腳步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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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